第508集 我在棺材上瞄准 碰的一下子射中了黑鱼的身子 鱼剑和黑鱼离得很近 一下子从黑鱼的尾巴这边直接穿了过去 从身子那边露出头来了 直接来了一个洞穿 黑鱼被我射中之后 身子在水中剧烈的翻滚 嚼起了很大的水花 我在棺材上 拽着鱼枪上的鱼剑死死的不松手 任凭黑鱼挣扎 那黑鱼也是急了 朝着我相反的方向拽去 我这下只能以不变硬万变 在棺材上努力的拽着鱼线不松手 那黑鱼的尽头很大 竟然把我身下的棺材盖给拽开了 这棺材盖本来就是活动的 黑鱼竟把棺材盖拽开之后 围着我转了一圈 然后使劲地一拉 我还没来得及想清楚怎么回事呢 身子往后一斜 然后身子不稳 扑通一声响 我再看自己的身子 就已经落到漆黑的棺材里了 棺材底下 有个圆滚滚的东西 搁在我的身上 摸起来硬邦邦的 我顾不得看棺材里是什么东西了 只是把鱼线缠在了身上 保护我的鱼枪不被黑鱼精拽去 鱼枪是我唯一的武器 万一要是被拖走了 我身上可就连防御的武器都没有了 钓鱼的时候大家都知道 大鱼虽然凶狠 但总会有精疲力尽的时候 我想啊 只要溜一会儿 黑鱼就有可能筋疲力尽 到时候我再收拾它 黑鱼拽着我在坟墓里转了几圈 我把鱼枪卡在了棺材上 干脆让黑鱼拖着走了 棺材跟着黑鱼到了一个入口通道 那都是大条石垒成的 通道非常的深 好像是连着另一个地方 黑鱼精钻进了一个幽黑的通道里 棺材也跟着黑鱼进入了木道 木道里我已经分不清东南西北了 只能是任由着黑鱼拉着我的鱼枪 等着它筋疲力尽 漆黑的墓室不知道通向哪里 好在墓室里只有一半有水 棺材可以敷在上面 不至于棺材进水了 黑鱼拖着棺材在黑暗中前行 棺材不时地发出撞击墙壁的声音 在那一半空旷 一半是水的洞穴里发出了异常 这间墓室也是圆形的穹顶 方形的墓室 墓顶挂着一个发光的灯 和最开始进入的那个差不多 发出了惨白阴森的光 要不是在通道里没有回头 我还以为自己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 我正在那里看着墓室发呆呢 这时墓室里掀起了巨大的水花 我朝着水中望去 竟然有好几条一米多长的黑鱼 围着那条奄奄一息的黑鱼 开始厮杀 那些黑鱼从手上的黑鱼身上 用尖牙撕下一块块的肉 黑鱼的血直接把周围染红了 在棺材上往下看 上下翻腾的黑鱼像是鳄鱼一样 抢尸受伤的黑鱼 场面惨烈极了 一会儿的功夫 黑鱼就被啃成了骨头 天剑国说到这里 往快艇上一躺 脸上满脸的惊恐 其实这个不怪田剑国 任谁在那样的环境里 都会非常的恐惧 会发疯的 田剑国的表现已经足够好 田剑国在那里躺了一会儿之后 缓了缓说 黑鱼自相残杀的样子 非常的恐怖 十几条黑鱼 围着一条手上的黑鱼撕养 一会儿的功夫就把黑鱼的肉撕扯干净 只剩下了一副鱼骨架啊 面对黑鱼对于同类的凶残 吓得我已经不敢再下水了 如果真的要下到水里的话 肯定也会被黑鱼撕碎啊 最后变成一副骨头架子 那些黑鱼吃干净肉之后 又围着棺材转 看起来不时的跃出水面 好像还没有翅膀呢 在那里打我的主意 不过吃我也得有一副好牙口啊 我要用我的鱼枪把他妈嚣张气焰打下去 想到这里我赶紧把鱼剑提上来 鱼剑上的肉已经被黑鱼吃干净了 只剩下了一个光吐吐的鱼剑 我拿着鱼剑安上之后 瞄准水里的一条黑鱼扣动扳机 一下子射过去了 鱼剑射掉黑鱼的身上 剧痛让那条黑鱼使劲地挣扎 这一挣扎 一群黑鱼直接就冲过去了 把那条黑鱼撕碎在惨白的光亮下 可以看到黑鱼在水中撕杀 冒上了一滩带血的水之后 鱼剑就失去了重量 变得空荡荡 我赶紧拽鱼剑 把鱼剑安在鱼枪之上 再次地射击 接连杀了几条黑鱼 情况不但没有改善 反而越来越严重 水下到处都是可怕的黑鱼 黑鱼越来越多了 看着那些黑鱼 我感到了绝望 现在的我被困在水下的墓室里 生还的希望已经渺茫 谁也不会想到 我会被癞蛤蟆精 拽到这水下的坟墓里 灰山湖这么大 想要在水下找我 不易于大海捞针 虽然这里的水下有空腔 让我暂时没有死 但时间一长 还是死路一条 迟早得死在坟墓里 想死的话 又慢死 又快死 躲在棺材里 会慢慢地死 到水里之后 会被黑鱼撕碎 然后在痛苦中死去 其实当时我还想到了第三种死法 就是用鱼枪自杀 鱼剑对着自己的嘴开枪 让鱼剑穿透自己的脑子 这样只要射中大脑的中枢神经 很快就会死去 其实绝望的时候啊 是不惧怕死亡的 我的心里已经打算好了 如果真的坚持不下去的时候 就选择用鱼剑自杀 一个人连死都不怕的时候 反而感觉轻松了 这时我经过抉择之后 感觉自己非常的累 再杀那些黑鱼 已经没有什么意义 我的身子一歪 就坐在了棺材里 刚坐到棺材里 就感觉棺材里有东西 我顺手把那个圆东西 拿起来一看 是人的脑袋 脑袋已经白化成骨了 两个黑洞洞的眼窝盯着我看 牙齿露在外边 像是在笑 我看着人脑袋说 你看我也没有用 现在我和你一样 用不了多长时间 也会成为鬼了 同是天涯沦落鬼 相逢何必曾相识啊 你与我为伴 总比那些 鱼鳖下泄为伴强啊 这棺材 从现在起 咱们一人一半 我死后就睡里边了啊 咱们相隔几百年 还能睡在一个棺材里啊 这确实是一件 让人想不到的事情 我那个时候不怕死 也不怕鬼 怕的是寂寞 我对着一个人脑袋 刮说了一大痛的话 我说完之后 就把人头骨抄旁边 板板睁睁地放好 把棺材盖往下推开 看棺材的里面 只见棺材里 铺的盖的都是棉被 不用说 棉被下面是死人的骨头 古人埋葬的时候 都把尸体用绳子扎住 然后用东西裹起来 放在棺材里面埋葬 因为没裹头 所以脑袋就掉了下来 没有和尸体在一起 里面的东西非常实 不过我身上穿着潜水服呢 是可以防水的 对于尸头的棉被 是不怎么在乎的 看完之后 我没有掀开棉被 而是把棉被 往旁边挪了挪 我往棺材里一躺 和一个死人睡在一起 也不知道这个死人 是男是女 是哪个朝代的 这些都不重要 我躺在棺材里 等着死神的降临 在棺材里躺着呀 把棺材盖往上拉了 不知不觉的 竟然在里面睡着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就感觉到浑身发浪 有点睡不着了 忽然有人在喊我 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声音非常的好听 这里怎么会有 女人的声音呢 我赶紧睁开眼看 只见一个女的趴在棺材上 正看着我呢 只见那个女的 黑发高高的盘起 头上戴着一朵莲花 朦朦胧胧的可以看到 那个女的非常漂亮 身上的衣服看不到 只看到袖子非常的长 我一看那个女的 心里惶恐了起来了 我占了人家的棺材 人家这是来讨药来了呀 古人讲究一个男女 瘦瘦不侵 我这占了人家的棺材 睡在一起了 这算个什么事啊 第509集 于是我赶紧不好意思地说 姑娘 对 不行 我这不是故意 占你老人家的授官的 我 我这就出去 到水中去 给你老人家让出地方 趴在棺材上的古代姑娘 虽然看着年轻 或许已经几百岁了呢 我必须得尊重人家 一边说着话 一边起身 姑娘往棺材盖的旁边 闪了闪说 你不要这么激动 论我叔叔 我们是平辈 这个棺材不是我的 是别人的 论你叔叔 你叔叔也是鬼吗 女孩摇摇头说 我叔叔不是鬼 他叫唐富贵 我听到这里 整个人都惊呆了 瞠目结舌地说 唐富贵 老唐 你 你是唐 对 我是唐雨萍 是来救你的 趁着那个癞蛤蟆精正在疗伤 我救你出去 我所谓鬼 但癞蛤蟆精将我修炼之法 我用法力把棺材弄出去 不过 我要和你说清楚 你出去之后 千万不能贸然地进来 这个地方是七座坟墓连在一起的 七个坟墓想通 雷蛤蟆想躲在这七座大墓 那里才是他的老巢 不过 这七座墓里有很多水族 非常的危险 你们不要贸然地进来 你们想除掉癞蛤蟆精 那就只有请到水神才行 刚才我看见我叔叔他们 正在湖里找你 你现在就把棺材盖盖死 我想办法送你出去 然后把我叔叔他们引过来救你 你在棺材里一定要坚持住 到水灭上得救之后 也不用管棺材的事情 我说到这些 你可一定要记住啊 我还想说什么呢 就感觉一阵阴风 棺材盖一下子盖住了 棺材里当时一片漆黑 让人感觉发闷 棺材里一片漆黑沉闷 但心里是亮的 这时棺材盖开始动了 我可以感觉到 这是要救我逃出生天呢 棺材走着走着 忽然往下一沉 就觉得 从棺材盖的缝隙处往里渗水 整个的棺材里都渗水 那水渗得很快 我感觉自己的身子 已经积攒了很多的水 那水是越来越多了 这时我担心起来 再这样下去的话 不知道会不会被淹死 好在过了一会儿之后 棺材浮上去了 不再渗水 我待在棺材里不敢乱动 棺材里这时氧气慢慢地耗尽 我用水费里剩下的气体坚持了 不知怎么的 那棺材突然剧烈地动了起来 上下地动 我在棺材里被抛上抛下的 就在我被晃得不知所措的时候 棺材忽然和什么东西撞了 然后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你们打开棺材的时候 我刚醒 一醒过来感觉有新鲜空气 就赶紧坐起来 睁着大嘴 呼吸新鲜空气 没想到 被小冬一圈打回棺材里了 事情的经过呀 就是这样 这次能捡回一条命 得谢谢唐宇平呢 田建国把自己遇到的事情讲完 我们非常的高兴 田建国真是命霸呀 在墓室里有救命的空枪 这种水下空枪可不可多见 田建国走到棺材的那一面 给棺材里的那个人骨架子 磕头赔不是 然后把鱼枪拿来 把棺材里的水弄干净 人脑袋瓜摆好 重新盖上了棺材盖 说回去呀 等给棺材里的死人多少纸钱 一切弄好了之后 我们就开始往回走了 一路上老唐沉默不语 这可不符合他的性格呀 平时他这个人爱说爱笑的 这时沉默了 一定是因为唐宇平的事情 于是我过去说 老唐啊 你不要难过 人死不能复生 唐宇平这个是命 其实我们也觉得 唐宇平死得太可怜了 可那些都是无法挽回的事情 老唐摇摇头说 我想的不是唐宇平的事 我在想一个关于风水的传说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那个传说是真的 田建国去过的墓穴 就是传说中的墓穴 什么 传说中的墓穴 老唐点点头说 是的 你不知道 这里有个关于蝎子地 风水的传说 蝎子地的风水 是的 风水先生说 七星连珠 一个直线 七座大墓连在一起 等葬够了七倍人 等七倍葬在蝎子的毒钩之上 就能够出帝王 为什么这么说啊 有句话你肯定听说过 就是蝎子拉屎 独一份 这独一份 天下唯一 说的就是帝王 老唐一说 蝎子地的风水 我感到非常的奇怪 想我也算是知道一些风水的知识的 像是龙出武将 连出文 归出大官 相出父 尖子剪刀出绝户 不过这个蝎子地啊 还是第一次听说呢 让我非常的好奇 我就问老唐那个蝎子地 究竟是怎么回事 老唐说了 蝎子地的风水 还得从唐朝后期说起 皇朝起义之后 唐朝明存失望 形成了藩镇割据局面 907年 朱温建立后梁 历史进入到了五代十国时期 天下大乱 盗兵四起 俗话说 皇帝年年坐 今年到我家 有一士族 家族势力甚大 是鲁南的大族 家族里的族长 看到天下纷争 也想自己 或者自己的子孙当皇帝 那时候的人迷信 认为风水能够左右命运 想当皇帝 必须要找到能当皇帝的龙脉 风水上说 龙脉乃是连绵的山脉 土是龙的肉 石是龙的骨 草木是龙的毛发 寻龙 首先应寻祖龙山脉 然后再找到祖龙分支 审气脉 别生气 分阴阳 才能点正血 想当皇帝祖坟尤为重要 于是那家人 就找到了一个很著名的风水师 看龙脉 古代看龙脉 可是杀头的罪 宫中有专门的寻龙高手 发现谁家有龙脉 必定杀之 主要是害怕有人和自己争皇帝 寻找天子之气的龙脉 一般人想都不敢想 五代十国天下大乱 没有谁管这些 那个族长找到风水师之后 取以钱财富贵 让风水师找龙脉 风水师说 开黄以来 天下已经出了许多龙脉 周朝的龙脉在祁山 秦朝的龙脉在咸阳 汉朝的龙脉在沛县 西晋的龙脉在河内 隋朝的龙脉在鸿农 唐朝的龙脉在长安 陕西 太原 天下大乱 总归要大治 按照龙脉的规律 必先要出在东部 不是河南 就是山东 很快就会有真命天子出现 风水师是在山东的 自然要先找山东的龙脉 顺着山势一路寻找 一天就走到了刘城这个地方 那时候的刘城还没有被淹没 为南北的交通要塞繁华无比 刘城地势低洼 周围耸立出许多大大小小的山脉 山乱迭障 疾风耸致 更可喜的是此处不但有山 而且还有水 更是灵气汇聚 必会形成绝佳的风水 风水师喜欢上刘城这个地方 于是就在刘城这个地方住下了 寻找好风水 一日 风水师登上刘城周围的一个小山峰 从高处往下看 忽然发现自己所站的地方 形状奇特 从山上往下看 此山下有一个丘陵 像是一个大蝎子 这只蝎子 形神俱备 在蝎子的头部还有两只大鸥 自己所在的地方 乃是蝎子的毒钩 蝎子后面连绵的山脉 周围有青龙白虎护佑 前面是一块平地 在平地的旁边 是一个月牙形的小湖泊 水面平静 看上去像是一只蝎子 要爬到水边喝水 在蝎子地的远方 还有很多的小山 像是来朝贺的 风水师一看大喜 风水欲风则散 欲水则聚 此处聚得风水极佳 万山来朝 正是自己要找的风水呀 风水师看到这里 就赶紧地拿出了罗盘 勘验此处的风水 从山顶往下勘验 灵气催动罗盘晃动 相当于是金颜柜 我来做了吗 我来做了吗 但是我来做了吗 我来做了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